英國首相約翰遜星期三在國會為他在第一次新冠病毒封鎖期間參加原油會道歉 這是多宗醜聞當中的最新披露 索瓦利國際機場附近發生大爆炸後 美國駐摩加迪莎大使館在推特上說 強烈譴責在摩加迪莎發生的恐怖襲擊 天主教會強烈譴責在羅馬一間聖堂外舉行喪禮 是冒犯和不可接受 因為送殯的棺材上蓋了納粹其次並向法西斯致敬 男子網球明星祖高域星期三在推特發表聲明解釋他上星期抵達麥爾本時 提交的入境文件是如何出錯當時他的簽證被撤銷 賓捷法尼亞洲廢城的官員星期二說 初步調查顯示一個星期前造成12人死亡的火災原因 是聖誕樹被燃燒所引起 這一邊一些星期前 一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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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邊 有機閉塑地 到雙方一邊三邊一邊子 好久沒看到